其實他有問題,他說想請教你下半年 應該炒什麼概念 他說經濟不好,大家都想在股市上找一頓 他說他的資金大約是10萬元,可以買什麼呢? 不如你先回答他前半步 有什麼概念可以留意? 好的 如果你從整個雲觀經濟角度來講 我們剛才提到歐美西方國家的經濟 譬如今年受到貨幣政策影響,受到通脹,受到各國經濟稅墜 其實你要去表現得很好就很難 所以唯獨是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相對比較強 所以想第一個選出條件,可能真的要找一些股份 是以內需為主 即是中國市場為主,做了一個主要修羅源的股份 就是其他 其他有什麼概念呢? 剛才剛才也約了提過幾個概念 首先第一,譬如說在新良經濟方面 這個很明顯的國家是很想去支持一個行業 如果大家留意到,為什麼我經常說 如果中央政府要支持經濟 每次都會找汽車業來開刀 不是開刀,就是… 來振興 來振興它 因為產業鏈長,能夠刺激到很多人的就業 是的,一個汽車的產業鏈是很大的 上下游的就業機會可以創造很多 所以每逢中國說出來說 以穩定經濟來說 汽車業一定是首選而言 是希望能夠振興這個行業 所以這個其他概念可以留意到汽車股 尤其是新良型汽車 因為中國要一個碳排放的目標 可能新良型汽車也是一個政策支持 它不知是新良型汽車方面 新良型汽車其他相關設備 比如說充電裝、一些新良型的配套設施建設 其實都是政策的支持行業 所以這個概念是第二 第三,剛才提到內需 內需我會比較留意一些必需性的消費品 必需性消費品是說衣服、鞋、食品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在說中國的政策是推行內需 政策還政策 實際上是否執行到一回事 但在政策支持之下 內需顧是一個可以留意 而其中我們在說為什麼執行到 必需性消費品始終來說 需求的韌性會比較強 即使經濟開始 內地來說 如果大家留意的話 其實內地的消費市道 是不是這麼理想呢? 除了網上的標稱之外 整體來說不是太突出 現在最新的 剛剛公佈五月份的消費局 零售消息總值都仍然倒退 消費者的信心指數 在創紀錄新低 所以其實看到內地的整體消費市道 並不是太理想 當然這時候是受到 在三、四月份的疫情有些影響 有些滯銷 但是假設你回到六、七月那個 有些反彈 其實來說也不會有太大幅的轉變 為什麼呢? 因為內地的家庭收入來說 真的在增長訪問 如果大家留意近期 至少都傳出一些裁員 甚至公務員要減薪 去哭訴的消費新聞出現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怎麼會不儲多錢 減少一些消費 所以就有一個惡意存款出現 所以其實在說 為什麼要看必出性消費 譬如體育服裝 衣服休閒 如果作家要振興消費 振興內需的話 你這些必出性的消費行業的產品和服務 可能都會做得相對比較強 所以這也是可以留意的資訊 最後我講的是 作為一個防守性 你有十萬元的話 你都應該想想 不可以真的潮賣股橋 當然你其實不是我 其實不只十萬元 我只要幾百萬 只是十萬元買戶票 但譬如他那十萬元 他打算全部買給亞迪 那他就已經完結了 是啊 我不知道你最喜歡的資訊 但如果你說 是這十萬元 可能作為投資的資訊 我覺得你都要留一些現金 或者做一些其他產品 但當然如果純粹是股票來說 在純粹股票當中 我都覺得你不妨買少少 買一部分 可能一兩成 是一些比較防守性的股份 譬如電信 尤其是一些香港電信股 不是 香港電信股 因為他們始終的穩定性比較強 譬如說 你不要說什麼 例如說息率來說 香港那些電信股息率都挺吸引的 香港電信在做六厘幾 和記 Smarttone都是五厘以上 至少說 所以你撇除他們的股票 對 真的沒有什麼增長 沒有什麼增長 但是股價來說 是比較平穩 可以修飾 作為一個防守性的部署 某部分 其實也不錯 是 戰神360 你可以參考一下 多謝你一直都支持我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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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對 對 爭